今年7月张欣宇和和杰的恋情曝光,南方是一名无尽指战员,与张欣宇是在一同录制综艺节目《神权奇兵》中相识,相恋。 随后8月5日,张欣宇在微博筛出了自己与和杰的结婚证,表示自己的婚姻是嫁给爱情,由于南方是在现役军官,所以张欣宇与和杰的大婚,也受到广大网友的关注,甚至连阳广军事也发布微博《军嫂》,你好,认证了张欣宇的军嫂身份。 8月28日,张欣宇婚礼举行结束,她在微博也与广大网友分享了自己的幸福,而婚后的张欣宇似乎变了很多,不仅在微博上为汕头暴雨发生,而且9月3日,有网友爆料劝张欣宇倡议为贫困山区捐责免费午餐的广告排出现在了连鱼港的万达广场和宝山万达广场的门口。 张欣宇这一亲民的举动,获得了广大网友的点赞,这一个又一个暖心的举动,也被广大网友认为是军嫂的表率,其实,张欣宇为了当一鸣和和的举嫂付出的远远不止这些。 9月3日,有网友在微博爆料趁张欣宇说,婚后自己要给和杰生两个孩子,然后会慢慢退出娱乐圈,过自己的小日子。 在张欣宇嫁给和杰时,就有网友评价说,张欣宇亏大了,自己好歹是个女星,而对方只是一个小小的军官,赚钱能力完全不是一个当次。 如今看来,张欣宇付出的远远比网友没想象的多,不过也有网友表示,为什么张欣宇会说婚后要退出演艺圈呢? 原来,早在张欣宇婚礼前期,就有网友关于如何做一名好军嫂,给了张欣宇八条建议,而其中的一条就是建议张欣宇退出演艺圈,融入军营圈。 除此之外,也有网友表示,如果张欣宇当了军嫂还在娱乐圈,不仅许多军迷不同意,而且对老公和杰的形象也不好。 如此看来,网友爆料的张欣宇,曾说婚后会慢慢退出演艺,圈似乎有一定的道理。 但是,如果张欣宇真的能够为了当一年合格的军嫂而退出自己喜欢的演艺圈,也算是为了爱情付出全部。 这也是他所说的嫁给爱情的最好证明吧,不知对此,网友们怎么看? we are right here! estäni 感谢 知 梦